今天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全台温度明显下滑了 清晨在本岛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新北市的富贵角只有11.8度 气象局早上也针对新竹跟苗栗 发布了10度黄色低温特报 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 今天一整天的高温只剩下17度到20度 连中南部的高温都下滑到23度到26度 全台冷嗖嗖 在江湖的部分 北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至于明天礼拜六的白天 虽然冷气团减弱了水气也减少 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空档时间 从礼拜六晚间开始 又有南方云西遥北上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全台都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